有关方近期多次派遣战略武器 在半岛开展军事活动 这究竟是有助于重启对话 还是只会激化矛盾 加剧紧张 现实已经做出了回答 希望有关各方正视半岛问题症结 坚持政治解决方向 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中方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 推动各方均衡解决各自合理关切 有官方应承担自身责任 用行动将无条件对话的表态落到实处 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